inch oyon 铺刀对枪就 它供防一直很重要啦 就有供有防哦 它一直就 可能我铺刀,攻 然后枪应该要讲防 或者是 枪要攻我 然后铺刀要讲防 就是这种类型攻防 而且这个我从刚进五一学院这个套路开始 不是个人赛多 个人赛多也是近这两年才开始接触两人赛 就是对练这个项目 默契啊 默契比较重要 就是说可能 当我们两个不认识对方 然后突然间一起练这个套路可能是很陌生啊 很像我刚开始跟他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接触这个四方人对练的时候就很陌生 就可能偶尔不小心打到对方啊还是怎样 然后这种都是慢慢练慢慢累积下来的 然后最重要还是要有多一点默契啊跟队友 就可能尽量避免的受伤就避免掉了 就默契很重要 九阶边它是一种软器器 它也是在以前是被用作一种暗器 就是它的鞋带方式就是 那个九阶边缠在腰间 就是不容易被人发现 然后九阶边它总共是有九个结 就是铁链有九个结 然后九阶边有靶还有头的 然后它套路里面最基本的动作就是 有五花然后残摇的动作 还有过紧的一些动作 最难的我觉得是 就是要把九阶边打到又有快又有爆发力 就是要打得快的话 它那个部会造成那种声音的风声 那种很容易失误 因为九阶边它是软器器 如果你不小心不协调或者用错力的话 它可能就会打在你身上 或者闪的那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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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